人秦地不懒 最辛苦种田人 土地一定会给予最丰厚的回报 没错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 时光银祖孙两人 这位是我的爷爷 大家综称他为沙漠大叔 我也是光荣的一名制杀人 谢谢大家 过去是杀的时候 肯定长不出来这些 这么大的土豆和辣椒 杀吃了以后才长得辣椒和土豆 这就是咱们制完沙的土地上 长出来的这么大的土豆 这么大的辣椒 时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69了 69了 但是一点都不像 像56 这说明了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您当时是怎么要去制沙的呢 我小时候找风沙把我挂走了 我七岁年年 我们找这个招呼啊 两个男生和我喝得一吵 就把我发 要出三十多里路 在那个招呼啊 和我们见面 死没结果 就是那点我想 我找大我 非要跟沙子都到底 我觉得我如果要不制沙 一个我们的老平的穷格拔不掉 我们扔了几倍吃了 撒得回来 最要非制沙 我们知道制沙也需要经费 那时老您当年的经费 是怎么来的呢 我家呢又把这四只药 一只螺子全部卖掉 就刚买的树面 抽够了这个钱 所以是变卖家产 倾难而出 去支持制沙 对 其实咱呢 在97年我就摆了这个 五十多户人去 就是二百七十多户人移民 一过来以后就是 制沙而起 你要扔了 大家摆成火焰 告知你一个 不行 要把大家都圆起 我们就零户 一变二十七户 四变二十四人 制沙队伍 这要没有这么一批队伍是不行 看这个孙子在旁边 还提醒着准确的数字 可见他已经把您这 接力棒接过来了 他也是我的同志 也是制沙 比赛的人来活 制沙能手 我这儿也有一组数据 给您做一个总结 1997年 签出了五十户贫困户 共二百七十二人 无偿给每户 划播了三亩宅基地 帮助他们发展养殖业脱贫 而且还让他们加入了公司 有了公司的保障 拿出公司盈利的一百万元 建了两所学校 让孩子们受教育 因为制沙要制贫 制贫先制鱼 先自己电资五百多万元修路 因为要制付先修路 最终帮扶了三百多户人家 共一千多人脱贫 让他们的平均年收入 从八百多元 提高到了一点五万元 多了不起啊 我想每一个数字的背后 都意味着 有一大批人的命运得以改变 当然它也意味着 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洲 为什么石老的儿子 他的爸爸为什么没来 我父亲是用宋树苗途中 不幸遭遇车祸 然后因公性职的 这是哪一年的事 这是在08年3月12日 直出节那一天 我们当时在我父亲 出兵后三天以后呢 我的爷爷带着我们 全家总动员 全部提上证 把我父亲当时 用回来的那一批树苗 我们全部种到沙漠里边 因为我们认为 这一批树苗 我们第一让它要活 把它要栽活 代表着我父亲也活着 小伙子说着说着眼 您都有点红了啊 我想这也是你愿意要 加入到爷爷开创的这个队伍当中的一份决心吧 对 有什么想跟大伙说的呢 我就是要把爷爷这个制杀事业 这个接力棒接好 然后把我父亲没有完成心愿 我去完成 他没有走完的路 我帮他们走完 然后我们一代接着一代 守护在沙漠里边巴士 把沙漠制住 让林子都长起来 然后让当地生态环境好起来 让北京都过上好日子 太好了小伙子 我都要给你竖起大拇指 沙漠成为林场 是一种伟大的丰收 这一份丰收 也成为当地农民丰收的屏障 保护着耕地不受沙尘的侵害 石光银老人是丰收的人 更是守护丰收的人